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Fee Chan 拍攝日期2月21日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李嘉誠怎樣狂賺錢 但他的兒子李小超似乎倒米 和近日去外國唱衰我們香港 唱衰我們祖國的大導演杜琪峰 原來都有密切的關係 有關杜琪峰我上一集也有和大家說 大家可以看有關資料 之後我會和大家說國際時事 我們國家連番出招 美國只能追落後 繼我們外長王毅向美國發炮 昨天外交部也發佈了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 報告有6000字 我會和大家精簡一點 從政治、軍事和文化 這三大方面去說 當然還有經濟和科技 即是批評美國的霸凌行為 王毅主任結束 歐洲之行 定了在2月19日 星期一抵達莫斯科 對於外交部的行程 美國大為緊張 立即變陣 臨時找來長期的臨時演員澤連司機和他演一場臨時的戲 非常好笑 我會和大家拆解這場戲 其實真的是一場戲 一場公關災難 大家可以看這張照片 看到他們雙蓉 我會重點和大家說一說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永恩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中間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我幫我聽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旺媒和音樂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 到惡意攻擊意圖 令到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 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我的影片 嘴看陳永恩 知青原因有開心 訂閱Jobie Chang 和音樂精 洗襪鏡 先說一下本地時事 李嘉誠是認真厲害 往往都可以逆市賺錢 三年來的疫情 令到無數公司以居家辦公的形式繼續 居家辦公開會怎麼辦 就用到應用軟件Zoom Zoom成為疫情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隨著全球逐漸開放防疫措施 Zoom最新的股價由2020年10月高位 568.34美元直插86.3% 到77.9美元 Zoom股價由去年開始慢慢下跌 上年一年計下跌了六成 隨著全球復償Zoom早前宣布要裁員 創辦人員精亦減薪和放棄花紅 就連著名投資者索羅斯 在去年第四季全數沽稱Zoom股份 當大家都有想到 香港投資代表李嘉誠怎麼搞呢? 我真是小同誠哥擔心 他一向是通贏的 他昔日是Zoom第三大股東 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 早已減持了Zoom股份 監管文件顯示李嘉誠 上年3月至12月期間 減持了290萬股Zoom股票 按這個平均價格去計算 他減持的股票價值大約2.75億美元 即大約21億港元 仍然還有Zoom股權 只是6.9% 市值大約16億美元 遠低於2020年10月的持股高峰 當時是110億美元的持股市值 當時Zoom的持股 佔了李嘉誠全部身家三分之一 李嘉誠早在Zoom未上市前 已經開始投資Zoom 曾經透過私人持有的維港投資 在2013和2015年參與兩輪融資 實際投資成本不太清楚 但Zoom在2019年 在美國上市時 李嘉誠的持股價值 只是8.5億美元 即大約65億港元 2020年持股大增至11.6% 隨後2020年Zoom因為疫情使用量大增 股價亦急性 李嘉誠所持股份急升至109億美元 即大約852億港元 進而令李嘉誠在疫情期間 重返當年香港首富的寶座 增加了兩成 即大約2743億港元 為了眼色Zoom 令它重返首富地位 疫情下Zoom市值股價 在2020年最高增加了8.8倍 市值在當年10月最高 1720億美元 同期長和系股價沉底 長和暢失和長見當時市值總和 大約4140億港元 而2021年 隨著Zoom股價累跌4.9倍 李嘉誠持有的Zoom股價值亦屬水 但仍然是最大的投資 有高達83億美元 比起長和持股 80億美元還要高 Zoom市值曾經超越了長和 可以看到Zoom令李嘉誠賺大錢 李嘉誠低賣高賣 未算在疫情時 李嘉誠超市也賺不少 首輪的補習業計劃 已經領取政府第二多的資助 高達1.61億 一個疫情 誠哥都可以賺大錢 就是厲害 另外誠哥也將Zoom股份分給他的家人 彭博報道 2021年2月 李嘉誠內部轉讓了470萬股 涉及Zoom的1.6%股權 價值大約20億美元 其中小小超 李澤佳 從他父親接到貨 都有1%股份 除了Zoom分給李小超 李小超近日 都可以說是接不少他父親的貨 因為近日都有一個現象 可以看到李嘉誠其他領域都加重李澤佳的參與 又長和系創辦人兼資深顧問李嘉誠的細仔 電信營科主席李澤佳領導的電營控股 股東相關人員任職的 Progressive Education Foundation 在今年年初擴大了董事會的組成 將董事會增加到6人 看到李嘉誠和李澤佳都在董事會名單上 而Progressive Education Foundation 亦都改名為李嘉誠基金會2022有限公司 並且修改了章程 說到要促進教育為先及觸及其他領域 可以見到連做所謂的教育慈善都預算李小超一份 李小超似乎得勢 但我們都要小心 因為李小超向來都是反傳統反建制的 上一集跟大家說了 杜琦峰在海外說他認為電影永遠是前鋒 如果人民因為極權失去自由時 電影通常會首當其衝地說 電影是代表整個社會 如果一個獨裁者要摧毀一個地方 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毀電影 得到外媒的轉載 杜琦峰在發言時不經意脫口說 他覺得香港然後停頓了 之後說不好意思 他改成全球爭取自己的國家和人民 如果是為自由而戰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支持電影 意有所指 杜琦峰發表他這番言論時 可能是演藝界 所以投放了不少你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感情 眼泛淚光更加一度是耿煙 陸媒說當時杜琦峰說完這番話 感動到在場的媒體 所以大家都給了不少掌聲 大家也可以看回我上一集的影片 當時我也有提吳疑問 究竟杜琦峰在香港拍電影受到甚麼委屈 他在內地有甚麼經歷 令他覺得是一個極權政府要搞對抗 而明明杜琦峰是賺盡中國的錢 為何要這樣唱衰中國 答案可能是跟李小超有關 傳統電視行業走下波 但電訊營科旗下的ViuTV反其道而行 近年李小超大手投資 碰了一塊鏡 而我看回資料 李澤佳和大導演杜琦峰原在前年 2021年集合影視公司銀河影像括弧國際 董事成員包括ViuTV的舵首魯廷輝 資料亦顯示銀河影像括弧國際 早前頻頻配發新股和獲注資 股本接近一億 這間公司銀彈充足 似乎在部署大工程 最反其道而行的是 這間人河影像括弧國際 是在2019年10月成立的 即是說黑暴打到最火紅火熱時 都會去成立公司 當時天天在黑暴逼人罷工 香港整個城市 隨著一群黑暴喜好停擺 還有信心去投資成立公司 不是為錢 就是為理念 是甚麼理念 就是政治理念 跟壹傳媒多年以來 肥佬黎都蝕著做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為了政治理念 銀河影像括弧國際 早在2019年10月成立 Noble Cars Limited在開曼群島註冊 但據記者的了解 這間公司由李澤佳私人持有 早在2019年已經有合作 值得一提到 盧其鋒本身持有銀河影像 和李澤佳合組的新公司加入國際 這兩個字 可能他們的目標是想進軍國際 根據大公報報道 銀河影像的動作頻繁 除了向原有股東配發新股 更加獲Noble Cars Limited 額外注資了1000萬 目前銀河影像固國際的股本 根據報道那一天 達到8000萬港元 再加1萬美元 像是想用文化去打國際線 用電影去唱衰香港故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盧其鋒在柏林影展大生 即是說他不能如願意上 對我們正常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而最奇的是 李小超近年也多了親建設力量 在上年疫情時 也和大家回顧一下 中央高度關注香港第五波疫情的發展 牽掛著我們的安危 也迅速籌募了總值超過1.5億元的物資 青少年抗疫連線獲贈不少物資 也將有需要的物資轉贈到基層青年手上 而中央亦呼籲企業伸出援手 而李澤佳當時也有以刑科拓展 兼香港電訊主席的身份響應 捐出了1萬張300G流動數據卡 可能大家聽到1萬張流動數據卡 跟他的身家真的有距離 以他的身家這樣出手 即是說是幫助兒童居家抗疫 亦會持續在不同方面支持香港市民 除了那次有參與到的發佈會 在今個月我都留意到 在我出席的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舉辦的 新春團拜活動 李小超也有出席 雖然李小超好像是慢慢慢慢親切力量 還有一些正經事 但另一邊商就找了一個partner 而這個partner就去國際唱衰香港 道奇峰說完唱衰香港的故事 道奇峰說完香港故事 在內地的作品都會受到影響 根據騰訊網及新浪網等內地媒體的報導 道奇峰因為發表不當言論 在他九部擔任導演和監製的電影 有機會不能上映 包括大時代 三命和命案 其中命案是由他和韋家暉創辦的銀河影像 例如香港有限公司是參與製作的 大家真的沒聽錯 道奇峰一邊說獨裁者要摧毀一個地方 要摧毀電影 但他可以這麼成功地在內地 這麼多產地拍攝電影 有九部積慮的作品 如果內地真的像他所影射說的那麼好 為什麼他可以一口氣拍九部電影那麼多 所以很明顯道奇峰說的事與事實不符 但說回最後 還是與錢有關 這麼多電影不能上映的話 他的生意夥伴李小超相信都虧大本 這麼虧本的事 李小超說不會沒有計算在內 他爸爸掃口這麼厲害 做小的都應該不會差 很明顯這一著不是為錢 不是為錢的話就是有政治目的 買兩邊左右奉緣 其實2019年我們都見識過 理事也做不少 但2023年是否還要容許 以正視聽就很重要 早前內地的社交平台瘋傳一條影片 為了大家可以跟上潮流 內容就是安徽省合肥師範學院的教師 教育學院副教授陳雲友 在一間中學演講期間 因為內容不當被學生衝上台搶走他的咪 陳教授說了甚麼呢 他的內容被指是輸出的價值觀太過功利 而且非常低俗 有自稱的學生在網上說 陳教授當時說自己的兒子在美國留學 還找了一個美國女朋友 所以他的兒子成為了人上人 陳教授說學生的成績好 最好找外國人去結婚生孩子 因為這樣就可以雜交出更好的精英 他說讀書為了和外國優良基因相融合 和外國人生孩子 能產生更強大有力的基因 他還說學生讀書為了錢 不要說理想抱負 金錢就是力量 有錢就是一切 涉及性別、國籍、種族等不當言論 而且非常低俗 陳教授的言論也引起在座同學不滿 有一名學生衝上台搶走陳教授手上的咪 然後說他眼裡只有錢 崇洋未愛 也說到我們學習是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好一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可以見到青年輕則國家輕 見到這麼勇敢、這麼有素質的學生 真的要讚好 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希望 我也截錄了有關的影片給大家看 我們去片 新奇跡的 把世界影響的成績節目 情報上的報告 把英國戶口帶上 中國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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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力的皮膚手 全體可樂的錢 通常未愛 我沒有其他人 對不起 這是突然不是為了 好 新奇跡的 中華移動物圍戶口 好 哦 真的很厲害 另外 謎鼓轎跳吧 很厲害 發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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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後厲害 真的很厲害 好 同學 最好 正確 我真的呼籲要對陳教授進行嚴格的調查 不要讓他繼續誤人子弟 真的離譜了 如果他這麼喜歡雜交的話 可以自己去雜交 不知道他生什麼種 但如果他喜歡的話可以自己去搞 而不是在港台上向學生宣講 雜交會更強大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還有一個講講座的教授講出口 可以看到這個CG真的有問題 而且這名教授不及他的學生三觀證 應該是教授被教育才對 陳宏友也有回應到網傳的影片 就是在他講座開始前 為了令氣氛活躍起來 只是開玩笑的說 他說從校方了解到上台的這名學生 校內的成績優異 一向都是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 他說這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他說他沒有完整理解他講的內容 所以產生了誤會 因為真的砌詞狡辯 說得這麼清楚 不同的學生回來的迴響也是一樣的 這樣會有錯 而事後陳教授要按照學校的要求停課 在家裡反省 而且有關教育部門也擇承 陳教授所在的院校要組成調查組 對陳教授開展調查 至於攝氏中學因為把關不嚴 也需要問責 昨天2月20日內地媒體發現 在合肥師範學院教師教育學院的官方網站 再見不到陳教授的相關資訊 我覺得非常贊同要嚴懲這名教授 確保CG的質素合乎水平 我覺得同一道理 不要以創作自由、教學自由去做仿指 面對文化界、教育界的荼毒 不是一句自由就大了 就要打開一道大門任他們亂來 杜其風的事件 其實也有內地的網民說 雖然很喜歡杜其風拍的電影 但黃皮白心是不可以的 而就合肥師範學院教師這次的風波 可以看到有教授非常崇壤 黃皮白心 不是單一的事件 黃印說美國自由的話 我建議杜其風大導演不妨去美國 看看他可不可以自由地拍以美國霸凌為題材 期望杜其風去到美國為自由而戰 到時看看美國人、美國政府 知不支持他的電影 說到美國的霸凌 中國外交部近日有一系列的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黃毅 在霸凌克安全會議期間有相當精彩的表現 而且發布的訊息量亦非常大 最受觸目的自然在中美關係上表態 在流浪氣球事件後 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會晤 暮尼克安全會議上發表題為 建設一個更安全的世界 在演講後也有回應提問 我們的王毅主任沒有迴避流浪氣球事件 他一來立即將事件定性 說這是美國製造的一場政治鬧劇 他痛擊這種行為匪夷所思 近乎揭絲底里 8%的濫用武力 很明顯是違反國際慣例和有關的國際公約 流浪氣球事件有多好笑 大家如果一直有追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也是和大家抽絲剝繭 逐次分析 有機會有美國氣象局的飛行物體 有美國本地的俱樂部放的氣球 都被美國擊落了 想入我們數 王毅說 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錯誤認知和戰略誤判 最廣為被媒體爭相報道的是 王毅主任被美國一個極為諷刺的說法 就說我們中國人自古有君子外財取之有道 少人才會去考取豪奪 但我們現在看到美國已經私下一切的偽裝 連考取也沒有 只剩下豪奪 王毅主任這番說法非常新 坦率地說了 中美氣球風波以來 中國外交部最直率最具看頭的一次交鋒 而且要看就要看細節 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稿顯示 與布林肯的會面是應美方要求的一場非正式接觸 在這麼繁忙的國際會議期間 如果一有時間的話 都會進行一些非正式的會晤 可以看到相對於正式會面的比較低規格的見面 很明顯的 由我們新聞稿發佈了 就是想展現出我們強硬的姿態 亦突顯美國有求於中方相當被動 所以美國自編自導自演說有氣球事件 所以就不來我們國家到訪 但事實上搞完一大陣 都是美國主動要求和王毅主任見面 而今次布林肯的會晤就初破這個真相了 但事實上除了有關流浪氣球事件 中美關係 最出彩最得到高分的就是我們王毅主任 在烏克蘭危機的處理和表態 從我們王毅主任出訪順序 到王毅的講話其實都有很多的心思和設計 王毅主任離身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後 首先要訪問哪個國家一定釋出一個重要訊號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網站消息 王毅主任受要訪問法國、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羅斯 之後在德國出席毛利克安全會議 即是出訪的第一站沒有與外界所預料去莫斯科 今年一月俄羅斯媒體也有自己放了 就說王毅主任離身後第一站會到訪莫斯科 不過中國外交部沒有發布相關訊息 所以也不難看得出來對於王毅主任出訪 俄羅斯比中國急切得多 也是以俄羅斯的請求 所以你看到美國和俄羅斯都爭相 想和我們中國的代表見面 我們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高度政治互信自然就不用多說了 但是歐洲幾個國家都可以說是需要好好地談談 從我們王毅主任這次出訪行程來看 很明顯將重點放在發展中歐關係之上 法國、意大利、匈牙利和舉辦毛利克安全會議的德國 都是歐盟當中主要國家 尤其是法國和德國 更加是代表著歐盟的主要態度 在今年一月 王毅主任已經和法國總統外事顧問通過電話 探討中法雙邊關係的問題 而這次王毅主任訪問法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很明顯是和歐洲國家打好關係的重要一步 暮尼克安全會議當然是重頭戲 而在王毅外長在暮尼克見完布林肯之後 中國在昨天2月20日發布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 報告很長的有6000字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從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五方面批評美國的霸權 這份報告通過舉例事實 揭露美國濫用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科技、文化霸權的種種惡行和劣跡 令國際社會進一步看清楚美國的做法 對世界和平穩定及各國民生福祉帶來嚴重危害 政治霸權方面報告批評美國是視以妄為 長期打絕民主及人權的旗號 企圖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及政治制度 去塑造其他國家及世界秩序 報告說美國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對國際規則持有雙重標準 以及謀取私利以自己的利益行先 借助盟友體系搞小圈子 去批評其他國家的制度 煽動對立及對抗 在軍事霸權上報告說美國歷史充斥暴力及擴張 可以說美國是最好戰的國家 報告說美國的軍事霸權讓人道慘劇 在全球製造了3,700萬個難民 我相信當中包括烏克蘭 也說到美軍曾用大量的生化武器去參與不同的戰爭 報告以鼓惑人心形容美國的文化霸權 就說美國慣用文化加強和維護它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 通過電影等商品植入美國價值觀及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依靠美國主導的西方媒體去煽動輿論 打壓其他國家的媒體 將虛假的訊息作為攻擊其他國家的工具 形成了輿論產業鏈 還有經濟及科技霸權 我就不逐一在討論 報告最後說國與國之間需要相互尊重、平等對待 同一時間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王毅去完慕尼克 就去了俄羅斯 王毅主任2月19日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說 我們中國不會火上加油更加反對趁火打劫 暗奉美國借俄烏戰爭乘機撈一筆 而我們中國力勸和談 但有些勢力不希望和談成功 不願意戰事停止 不在乎烏克蘭人民的死活 不關心歐洲受到損害 因為它有更大的戰略目標 所以王毅主任呼籲歐洲國家要思考 如何令歐洲長治久安 要戰略自主 換言之 要獨立於美國 我們中國外交部2月20日也有回應布林肯 說我們中國考慮軍援俄羅斯的說法 直指美國才向戰場源源不絕提供武器的一方 中國絕對不會接受美國對中俄關係指手或腳 看到王毅主任去俄羅斯 美國立即緊張起來 臨時更改行程 拜登特集式訪問烏克蘭 拜登特集式訪問烏克蘭 像是想向中國示威 看到我們去俄羅斯 他立即緊隨其後去了烏克蘭 為何說他是特集呢? 很明顯拜登很被動地看著王毅主任而動身 因為在2月19日白宮說拜登暫時沒有到訪烏克蘭的計劃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 在出席全國廣播公司的有線電視節目時 美國將會繼續號召全球支援烏克蘭 但拜登沒有到訪烏克蘭的計劃 按照白宮在2月19日公布的官方行程表 拜登應該在2月20日下午啟程 在2月21日抵達波蘭華沙 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行程 有些評論說拜登今次想掩眼法 掩飾他一早打算去烏克蘭的計劃 但我覺得傾向相信 其實拜登看到王毅主任去了俄羅斯 所以他才更改行程 而今次拜登突然去烏克蘭 也是美國總統自去年2月24日 沒有戰爭而來第一次親身訪問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空軍1日在美國東岸時間2月19日凌晨4時15分起飛 同行的還有幾名保密而且要交出電話的記者 還有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還有他的副幕僚長 還有白宮辦公室主任 拜登先抵達波蘭 再自波蘭邊境坐了接近10小時的火車去烏克蘭 那麼突然 做勢的扎蓮斯基當然要盡情配合 扎蓮斯基說拜登到訪發出了重要支持訊號 還表現出他非常感動 扎蓮斯基在電報用英文說歡迎拜登到基庫 說拜登的訪問是支持烏克蘭的重要訊息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同時警告我們 如果我們在俄烏戰爭上支持俄羅斯的話 就有可能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雖然他是這樣說 但他相當歡迎美國向他軍援 真是雙重標準 其實整個到訪都只是一場show show味非常濃厚 扎蓮斯基不愧是臨時演員 臨時可以立即埋位表演出這麼感動的畫面 因為美國官員早前已經將拜登到烏克蘭訪問 說給俄羅斯聽 所以很明顯拜登只想做一場公關show 不知道扎蓮斯基有沒有被出賣的感覺 看到扎蓮斯基好像想哭 如果不是演技的話應該是傷心過頭想哭 多過是興奮過頭想哭 今集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我將影片廣傳開去 待會更多人可以知道 旺媒的攬召牌不想帶你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詠欣的Youtube頻道 記得有下角是免費的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詠欣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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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